大家好 股市很快就步入8月份的下旬 事實上距離8月底 暫時有8個交易點 即是今個月期指的轉倉 及結算的相關活動 會漸漸主導大局 不過大家要留意 由星期二開始 上星期二開始 到星期五連續四天 恆指收市那刻 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事實上這個情況是由7月12日 已經試過連續22日 恆指低收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接著有三日紀律上的後抽 但三日後抽之後 又再回復這個弱勢 顯示到大市暫時來說 真的反覆不來 逐步逐步偏弱 8月份的市值至今這分鐘 都是先高後低 仍然是由5日的高位 20283 跌到10日的低位 19469點 四個交易點之內 是跌了814點 問題就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來說不應該同時 出現在四個交易點之內 加上814點波幅 亦不可能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即是在8月份剩下的交易點 很大機會是會有更加低的指數 比我看到 指數一旦跌穿了19469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就要退守到5月10日的低位 19778點 當時市會否有機會向上走 萬種行程歸於市 那絕對沒有 但大家要計算一下 現在新舊經濟的走勢是完全不同的 會控走勢平穩 941的走勢偏強 唯獨是友邦略為大軟 中行、公行、建行、平保 以至港交數都略為大軟 即是一眾的舊經濟股 只有會控和中移動 稍為做好一點 會控佔行之成分8% 中移也佔2.72% 即是否有10%多些成分股 是相對比較平穩 但其他舊經濟股 大部分都是反覆大軟的 新經濟又如何 我們看看 騰訊佔行之成分8% 阿里巴巴佔行之成分6.400% 美團佔6.71% 這三個新經濟的重磅行之成分股 都是反覆大軟的 就算騰訊由290多元有少少反弹 去到310多元 都是由波伏無勝負 因為騰訊大股東 每日以按成交金額計3-5% 每日在沽沽 每日都沽沽 沽到何時是沒有人知道的 就算要做部署的資金 抽高一點 他們都不會買的 慢慢買你怕買不到嗎 阿里巴巴又如何呢 大股東亦都是通過遠期合約 息數沽售手上的股份 雖然沒有帶來即時的沽 但問題就是 接了貨那批 可能現在已經在做對沖 亦都不會在市場上一路去追 所以阿里巴巴股價90元鬆一點 已經有少少行人止步 那美團又如何呢 其實過去一段時期 美團的走勢都優於騰訊和阿里巴巴 但現在情況有少少分別 美團的大股東騰訊 可能會出售手上持有的美團股份 對騰訊來說 你把這個投資在市場上套了 那你才是賺錢 事實上他亦都有這個需要 收了錢回來 可能去回購股份 可能派股息也不定 但怎樣也好 即是說 下半年度的入帳 是多了一個非經常性的收益 但對美團來說就負面了 我不管你是給基金也好 我不管你是派給省戶 好像京東一樣 實物派給省戶 始終都會令到美團的股價受壓 但這三種恆生指數成分股 持續反復帶遠 對市場來說 不可能沒有負面影響 亦都解釋得到 很多人問 為何指數升來升去升不到 因為恆生指數升上去 你要恆生指數重磅的成分股升 指數只是升 現在我解釋得到 成分股當中 除了941中移動稍為硬淨 匯控稍為硬淨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大圓的 指數怎會升 一旦有些不明消息 如果市場出現的話 整個市場又會進步反復 在這個反復市當中 作為省戶有沒有徒生門 說真的 你倒閉一點不是沒有機會 例如騰訊 300元以下 如果買得到的 310元走到的 倒閉一點也有 幾個百分比 但多當然不會有 第一 我們不要重錘出擊 因為大市本身仍然反復不明 第二 手上 如果股份已經相對比較多 剩下的資金不是太多 就無謂放進去 因為一旦你全部的資金 全部壓下去 如果市場又反復不前 股價又再反復的話 你會受到很大的心理壓力 最好 就買些防守性比較強的股份 但防守性強的股份 又不會即時有甚麼炒作 買匯控好 利息上升有利息差抗闊 增加利息收入 大家都知道 但股價買來買去都不動 中移動 防守性很強 派息好 大家都知道 但買來買去又是不動的 但不動 如果你48、49元買 到現在52元 你就有錢賺 但問題 很多人 所謂短炒人士 就希望今天買 明天就有錢賺 對現在市況來說 是要很大壓力的 所以與其是這樣 不如把資金留在手 靜觀其變 如果真的要買 我經常都說 你買100股騰訊薄 買100股巴巴薄 買200股美團薄 有風險 不過不大 輸贏一兩千元 我相信很多人都承擔得到 但你說 好像以往那樣 買了幾千 甚至乎 一萬 短炒 博去10元 8元上落 這個動作就無謂做了 因為輸的一萬八千 就很容易 你要追回那一萬八千 就很難 尤其是現在經濟環境是轉差了 即是說 很多人以往做生意也好 賺錢也好 比較容易 在投機市場作炒作就算 輸贏也不是那麼緊要 各種問題不大 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 很多行業都是經營困難之中 收上有現金的 盡可能留在身邊 說得好聽一點就以渡航東 說得不好聽一點就真的要捱 所以最好就是 就算入市也好 都慶祝 真的不要衝手 至於其他板塊 個別板塊都會優於大事 例如好像電力股 中資電力股做得不錯 煤炭股份都不差 資源的板塊都好像有些低價回升 但都是很細幅度 不是很大的空間給你做一些投機性炒作 還有 如果你重手買下去的話 你買的時候容易 你要沽的時間要有對手 未必有那麼多的對手 買得容易沽的就難 那就無謂重創了 始終那住小小就大大聲就算了 能夠忍的盡量都說忍 8月份的市暫時來說就是難測 去到9月份還更加難測 因為美國可能會進一步大幅加息 大家要留意 4月份來 還好 既然怎麼決定 每天積高博 兩天積高博